走进后世打开棺果时眼前的一切让他惊呆了 怎么呢 进入后世 卢赵印很快就找到了牧主人的棺床 里边放着棺果 然而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的清除掉漆皮和朽木灰之后 大家突然眼前一亮 怎么呢 棺果里居然放了一副完整的金履玉衣 金履玉衣啊 而且还是完整的 这可是一个惊动世人的发现 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之前 虽然我国曾经出土过一些玉衣片 但是从未出土过一套完整的玉衣 加上史书对于金履玉衣的描写呢 都是模模糊糊的 所以呢 在当时还没有人真正知道 传说当中的金履玉衣到底长什么样 而这件金履玉衣的出现 算是解开了这个谜团 那么既然棺果当中出现了玉衣 玉衣中的尸骨保存的怎么样呢 谁也没想到 当考古人员检查玉衣的时候 诡异的情况出现了 玉衣是跟人体形状一样 但是他当时出土之后 我们一看完全是扁的 是扁片 就是玉衣的上下呢 这两片都压在一起的 一点都看不出来 里面有人的国家 华美无双的金履玉衣当中 竟然见不到尸骨 这就奇怪了 是玉衣当中的尸骨烂霉了吗 还是说这个墓主人的尸骨 压根就没有放到玉衣里边去呢 想不明白的卢兆印 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郭沐若 1968年7月22号 郭沐若从北京来到了满城汉墓 卢兆印记得当时郭沐若 在那副震惊世界的金履玉衣之前 观察了很久 心中一定是疑问重重 不过后来 郭沐若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 郭沐若有一个推想 一个推想说这个一号墓 是不是换这个水藏品的 然后呢做了一个玉衣啊 来骗人 那个真正的尸体呢 是不是另外一个墓 骗人另外一个墓 有些朋友可能听不太懂啊 这咱们解释一下 郭沐若当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判断 那是因为卢兆印向郭沐若 汇报了另外一个重大发现 什么发现呢 之前卢兆印在查看陵墓 周围地形的时候 发现离一号汉墓 大概一百多米的地方 还有一块跟他地貌 极为相似的山坡 那个山坡上 没有什么大块的石头 只有一些小的石块 像是被加工过 所以当时卢兆印就向郭沐若 做了这么一个汇报 我就给郭沐若说 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墓 而且这个墓给他并排 也不是一般的墓 卢兆印怀疑还有座大墓 所以郭沐若认为 一号墓主人的石骨 有可能在另一座墓里边 那么他们的推测正确吗 再回到大墓 经过几天的勘测 考古队果然发现 那座山坡下真的有一座大墓 当时被称为二号墓 这个二号墓 不仅墓室结构跟一号墓 大体相同 建筑规模甚至更大 开凿技术更高 很显然 这是吸取了一号墓 开凿的经验 开凿出来的 那么一号墓 墓主人的石骨 有没有可能真的 如郭沐若当时 所猜想的那样 就在二号墓当中 随着一件件文物的出土 卢赵印 却有些茫然了 怎么呢 四辆车里面 有一辆车 是小马车 这个小马车 汉书里面是有记载的 所以后悔 在宫廷里头 他可以坐的小马车 在这个果树里面走 在拉这个小马车 叫做果下马 除了马车和果下马 墓中还出土了一件 非常精美的青铜器 叫朱雀咸环杯 中间有一孔雀 在孔雀的翅膀下面 有两个杯 而这个杯子里边 甚至还有遗留下来的化妆品 问题就在这了 果下马和化妆品 那都是后妃用的东西 显然二号墓的主人 是个女人 而且是嫔妃级别的人物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号墓主人的尸骨 会在这二号墓里吗 要弄清楚这个 还得先确认 二号墓主人的身份 而在卢上一看来 二号墓墓主人 很有可能就是 刘胜的夫人窦碗 为什么呢 第一 墓中出土了马车 这是只有王后级别的人 才配有的 第二 汉朝的王室 有一种殡葬习俗 叫做夫妻同坟一学 那就是丈夫和妻子 不会葬在同一个墓里边 但是两个人的墓呢 会挨在一起 而灵山的这两座大墓 正好符合这个特点 第三 那就是史料记载 刘胜死于公元前113年 而他的妻子窦碗 比他去世晚了很多年 那么二号墓的墓主人 究竟是不是窦碗呢 带着疑问 考古人员继续清理二号墓 在二号墓的后事当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铜印 铜印上写的正是窦碗这两个字 不过惊喜还在继续 在发现了王后窦碗同印之后 考古人员竟然在二号墓里边 发现了不逊于一号墓的巨大惊喜 这件就是窦碗的金履玉衣了 比刘胜木出土的玉衣略小一点 玉衣长一米七二 由2160块玉片组成 金丝重900克 卢照印说 当时做这样一件玉衣 即便是熟练的玉器工人 也得要耗费十年光阴 可见西汉时期的王公贵族们 死后的这个练服是多么的奢华呀 那么在这件奢华的玉衣当中 尸骨保存的怎样呢 既然二号墓墓主人的尸骨 在玉衣里边 这就反过来说明 一号墓墓主人的尸体 也应该在玉衣里 可是为什么发觉的时候 一号墓的玉衣里边 看不到尸骨呢 当时卢照印他们商量后决定 把玉衣先运回北京 然后再做更加细致的清理 而当考古人员再次清理玉衣的时候 卢照印终于松了口气 因为细心的考古人员 在玉衣里边发现了牙齿的碎片 这说明刘胜当年的确是穿着金绿玉衣下葬的 只是因为年代久远 尸骨早已腐烂没有了 1968年的这次考古发觉 考古人员在满城的这两座汉部当中 一共出土了一万多件文物 像金绿玉衣啊 长信公登啊 错金博山卢等文物 更是轰动了国内外考古界 而且这些文物 对于研究我国西汉时期的手工艺 以及社会的发展变迁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 人们对历史上的中山晋王刘胜 又多了一份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